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一位男友跟我分享了一棵刚刚一颗还没上棚的一颗 刚刚营种来的兰花是一个单苗带着一颗花苞 一个花苞已经很长了 这个单苗带花苞 在营种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价格比较高的兰花 在营种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苗两苗这么营种 那么单苗营种问题都不是很大 但是单苗带花的带花苞的 在营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一些单苗带花的 在营种以后会出现腹状很难到很难腹状 养了几年以后 它还是这个苗一直在僵着不找 发的新苗也很细小很弱的那个样子 那么在营种的时候 什么样的苗可以单苗带花苞 什么样的苗不适合单苗带花苞 今天呢我就用两盆兰花 我自己分下来两盆兰花做一个比较 从有一个部位 大家就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兰花呢 可以单苗带花苞 什么样的不适合这么做 现在呢这有两盆兰花呢 都是带花苞的是我自己分苗分下来的 这一盆我是单苗分了一个花苞 而这一盆呢是三苗带了一个花苞 为什么这一盆我不给它分单苗呢 如果给它分单苗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兰苗呢 它是有一个年龄的 就是说兰苗几岁了 有一个年龄的 那么现在这颗兰苗啊 它是2018年的春天发的苗 就是去年啊 现在我们印尼还没有过春节吗 我们习惯上还是称去年 去年春天发的苗 这一盆兰花呢 它这个苗呢 是前年2017年的春天发的苗 很明显啊 我们再放进 把镜头拉近来看一下 这个花苞呢 它是长在这个2017年的这个苗上 也就是前年的苗上 那么怎么看出来呢 第一个它的叶甲已经干枯掉了 叶甲干枯掉了 炉头开始盆大 我们说春南的炉头开始盆大 它是一个老年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它年纪越大 它的苗宁越大 它的炉头呢 就会越盆大 像对象说 这个苗呢 是去年的18年的苗 它的炉头就没有这么大 如果把它分下来 那么 右边的这两个状苗呢 是没有关系的 生长的肯定是很好的 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苗本身 它的苗情的已经是有点老了 年纪的有点偏大 在这一个单苗上开这么一朵花的话 对它炉头的养分消耗呢 会很大 就会影响到明年的一个萌芽和服装 另外一盆呢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盆呢 是2018年的苗 就是去年春天的苗 叶甲呢 它的非常的鲜活有力 叶甲非常有力 整个的苗体呢 也是很很健壮的 那么今年的这个花苞 它是育在这个 育在这个18年的这个苗上面 那么像这样的苗 这样的炉头 它完全有能力 承担这么一个花苞的开花 所消耗掉的营养 对它明年的一个萌芽 或者是明年的服装呢 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两本蓝花呢 它是大的区别就在就在于 这个花苞是长在这个年轻的状苗上 这个花苞呢 它所长的这个苗呢 它所在的这个母苗的苗体呢 就年龄偏大 就不适合担分 所以像这种的蓝花呢 担分下来 拿回去摘种以后 可能腹状就会比较难 像左边这个呢 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那个蓝友呢 我也跟他讲了 在买这个营种苗 单苗营种的时候 特别是带花 带花包营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细心的观察这个蓝苗的年纪 大不大 老不老 最好呢 是隔年的 现在是19年 那么就是去年 18年春天的建状的苗 就是 它是真正的乾隆状苗 来养出来的苗呢 肯定复状会很快